黃金價格這創新高 可以說支線上升的威力 不輸給台積電 如今就出現有民眾拿著 央行發行的政府總統紀念 並到銀樓要融成黃金 但這樣的行為已經觸法了 這兩套的重量都是落在三兩半 那價格都是在三十八九萬這邊 金公三三的龍鳳城城 結婚有面子 竟然還能當投資 一套就從去年二十九萬 飆到如今三十九萬 就是受到北韓領袖金正恩修改憲法 將南韓視為敵國 增加了地緣政治風險 國際金價十八日 沖上兩千七百美元 換算銀樓金價 飆到如今的一萬零九百八十元 大漲三成 手上有一些賢錢的話 你可以做一些黃金的投資 我們也有客人把美金 解定存然後來放在黃金上 專家認為金價 從如今每盎司兩千七 飆上三千美元都有機會 直線上升的力道不輸台積電 也讓買黃金成了最熱的投資方式 紀念硬幣上是總統賴清德穿著西裝 一旁還有副總統蕭美琴溫柔微笑 央行每年發行的正副總統紀念幣 人氣很夯 但隨著金價狂漲 竟然還有人動起歪腦筋 一顆紀念幣那時候買是七萬兩千塊 現在大概可以賣到八萬五 所以近賺一萬三 很多人拿去銀樓 然後他們就說 我可不可以把它融化 黃金價格大好 但這種行為真的不通 因為央行發行的紀念幣 一樣算是國幣 私自融成黃金 觸犯妨害國幣城市條例 可除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只能說黃金最近真的太強 今年屢屢創造話題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佛 記者綜合佛